国立成功大学机械系一年级的蔡天琪 是102年全大运跆拳道的新秀 小时候精力过剩的蔡天琪 母亲希望她能参加一个运动型的社团 消耗旺盛的体力能够好好入眠 我曾经打到右手的手肘骨头位移 然后那时候就是很痛 然后给我最大鼓励也是那位启蒙教练 他很担心我会因为这样留下什么阴影在心里 所以他就给我的很多鼓励 希望我继续撑下去 一周花上15个小时练习 蔡天琪说辛苦是必然的 但他更想知道自己的能耐在哪 所以没想过要放弃 更以自己的启蒙教练为学习对象 他表示教练即使受过严重的伤 但那不服输的精神 却在跆拳道找到另一片天空 天琪他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学生 他从小他就是在北部的道馆 然后有非常长一段时间 练习谈拳道的时间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谦卑的选手 也是一个很谦卑的运动员 怎么说呢 因为他其实真的是有蛮丰富的 比赛的经验跟阅历 那可是他来到我们学校就读 他整个表现就是像一个海绵一样 他很愿意去多听一点别的教法 别种做法他都愿意去听 其实他真的是很难能可贵 很谦卑的一个选手这样子 记者 抽一生 李绝生 严如玉台南报导